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策马狂奔 鸡挺转向 这种马上阴姿让人好向往 能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马术也是有分类的 刚刚看到这种狂放不羁的 是西部马术 也就是电影里头常出现的那种牛仔 装备当然也很西部风 马鞍的结构与江绳的使用 完全是跟英式马术不同的 那结构上面会有多一个这样的一个把手 重量跟雕花 还有它的长度跟包覆能力也不一样 很多人都会以为这个是安全把手 其实它的作用是套牛的 然后缠在我们的马鞍上 带着牛回家 在人的装备方面 那就我们看到很多电影上演的cowboy 带帽子 然后还有这个叫做trop 皮裤 皮裤跟西部的马靴 西部马靴 对 都是西部立背品 当然不用穿马裤 他们只需要穿每个扣的扣子 做这个飘大牛仔 打着腰带 皮裤带 然后他就看到他 留意诗其成的帅气 就完全是他一手去训练 想当西部牛仔也不简单 光是要训练马而服从 让人可以坐或站在他身上 又或者不怕马鞍的声响 至少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我们能看到这样精彩的西部马术秀 的确可遇不可求 看完了帅气的牛仔 接下来要介绍的 就是优雅的英式马术了 光是骑士的穿着 就很不一样 骑士帽必备的 不论你的骑士 多么的精进 或是初学 是一定要戴着安全帽 就像骑摩托车 一定要戴安全帽一样 保护自己的头部 然后尤领的衬衫是一个领衣 然后再来就是很重要的马裤 马裤可以请Emily小姐转身一下吗 马裤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腿部内侧 包含臀部这里会有皮 那这皮是跟马鞍接触的地方 它可以增加它的摩擦力 跟它的骑坐的贴附性 那再来就是马靴 马靴 马靴Emily这里有准备有穿上马刺 然后马刺让我们看一下 那马刺也是叫做辅助品 它是帮助马匹前进的一个推动性 虚动的一个辅助品 当它要让马匹的步伐大一点的时候 它就需要用到一点点的马刺 广市穿着就很要求 鹰式马术更重视骑手的礼仪 以及驾驭技巧 所有装备以不伤害马匹为最高原则 同时也很讲究美感 汗垫跟绑腿走同一色系 马鞍也很轻巧 鹰式马术的难度就是在于 它的马鞍非常的薄 非常的轻巧 所以骑手要有很多的时间 去学习骑坐的运用 那因为它的包覆性比较浅 所以这边的骑术 人的骑术 骑手的骑术 一定要训练 它才不容易滑下来 刚刚在马鞍上面还看不太出来 不过一放到这个鞋上面 立刻size就觉得差很多 所以这个西部胺它就会感觉上好像比较大一点 包覆性比较好一点 对 然后阴湿胺的话它就比较小巧一点 是的 可是看起来重量好像也差很多 对不对 你要不要拿拿看 来你先试试看 我试拿一下 对试拿一下西部胺 来可以扛在这一个 下面真的吗 哇 试试看 这个一个 其实扛不太多 这个大概多重啊 这个应该有8公斤吧 8公斤啊 哇 这个应该有 好好好 你们有练过神力女超人 那这个阴湿胺的话 哦 轻松多了 这个应该顶多 三四公斤 差不多 对 哦 所以几乎有差到一倍之多 对 讲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了解西部马术跟阴湿马术 差异性在哪儿了吧 接下来就要请真人示范咯 看看娇小的阿玛丽 怎么驾驭这一批黑色骏马 你看应式马术非常重视起手仪态 不可驼背 一定是打直的 大腿小腿膝盖的位置 都一定要包覆着马肚子 然后手的稳定性 手的稳定性 手的稳定性的驾驭 现在漫步完之后会快步 快步的起手的仪态会有两种 这个叫做打浪 站 坐 站 坐 这是打浪 这是减轻马的背部负担 以及起手的脊椎负担 另外是压浪 压浪 对 压浪就是不站起来 全部都是坐着 这个时候你的压浪是要被训练的 因为你不能被弹起来 你的脊椎是要保持直 然后 腹部是要出去 挺出去 然后尽量 跟马的背部跟肚子合而为一 所以才会说 起码可以让全身的肌肉做到按摩 起码十分钟按摩 十小时 这样子的意思 姿态要优雅 还要兼顾骑术 难怪骑马 被视为最能雕塑全身线条的运动 而且不止骑手自己 马儿展现的仪态 也是英式马术的重点 马场总监居里亲自上阵 让我们瞧瞧 正统的英式马术技巧 那马场马术最大的技巧就是要把你的马骑到 它的仪态要非常优雅 它的脖子柔软 然后它的头型脖子垂直 在一定的角度 那它的臀部跟它的后肢力量 一定要收缩 果然每个动作都要求细致 而另一种障碍马术 讲求的就是爆发力了 重达五六百公斤的马儿 可以跨越一米四的高度 也实在令人嘖嘖称奇 不过这些都是选手级的骑士 像我们这种初学者 只能在旁边看看就好 总教练吕智耀就建议 想学骑马 得先跟马 培养感情 例如就摸摸脖子 拍拍脖子 就摸摸 它刷马是最重要的 因为刷马是刺激它的肌肉巡耗 而且会新陈代谢 它会觉得很舒服 学生刚来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他从刷马开始 慢慢刷马去跟马去接触 让马知道你跟人的互动 来慢慢地开始学习人 然后怎么是信任马 马是怎么信任人 这样的一起开始 建立互信基础是第一步 接下来不妨给马儿尝点甜头 比如说用红萝卜 来讨好这些马老大 自己吃吗 喂 你一定要把你的手打开 用你的手心的一个窝 心窝这里放着红萝卜 有手去靠着它嘴巴 你看它就会吃了 你绝对不能用这样握给它 握给它它会从这里咬进去 所以你一定要让它的马的嘴臀 你看它就会在这里咬 一定要这样 不然就拉长一点给你的东西给它吃 它会咬 要咬折断 快点 你看你放在手心 让它自己回吃 我说马儿啊 你们也未免太聪明了吧 还懂得踢门要东西吃 真的好厉害 接下来总教练说 要介绍她的IG RiverGirl 小明叫姐姐 名字听来很浪漫 但她可是陪教练 征战无数沙场的勇猛战将哦 现在已经二十几岁了 现在已经在退休了 换身人类有什么时候 大概成于三到五 对 差不多应该八十几岁 七八十岁 对 对 阿公阿嬷 可是它是一只很有霸华力的一只母马 对 你看它现在退休了 它的肌肉线条还是非常漂亮 看起来还是很健美 那现在即使退役了还是一半在你身边 对 而且它还有对我们马场的学生们很大的贡献 它可以教学 对 它有稳定的个性 然后有高级的动作 它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一个高级教学马 姐姐不愧是见过大风大浪 面对小狗挑衅乱叫还是很淡定 对初学者来说真的很安全 这家位在左岸的马场是由一对夫妻党经营 参加过四届亚运的总教练女制药跟太太Judy 就是因为骑马结缘 虽然热爱马术运动 但要撑起一间马场 夫妻俩很辛苦 不管在马皮饲养的成本上的经营 选手的养成 工作人员的养成 对我们来讲其实都很大的挑战 然后再加上其实骑马的人数并不是大众化 我们就很辛苦也很用心在推广这个运动 我乘出这一块地一个月就快20万 所以说一切的收入开销几乎是打平 你们一定不相信几乎是打平 曾经很辛苦我们夫妻也有借钱 来去支撑我们的马场 但是这个应该是就是要一个坚持的信念吧 因为我们就决定了要走马术运动 把房子卖掉 这都是我们做过的事情 因为热情加上一股信念 两夫妻咬牙撑下去 希望因为他们的坚持 让越来越多人接触 进而爱上英式马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